我今天帮你 教 然后你有社 但是我的身体 你没有进入 那这样子还有 空间罪会成立吗 不成立 口报不成立 不成立 何宇文捧华干 研究偷情技巧 被俩高记得先针 这一叫做鸡鎬丸 OK 鸡佛啦 为什么会从小排到大 我不知道啊 鸡的鎬丸有分大小 跟人的铐铐 曾是社会记者的名嘴捧华干 这次到何宇文的节目上 是要跟大家分享 俩搞的技巧 甄信社一定要抓奸在床 如果没有抓奸在床的话 这个案子是不能承认的 没有没有 我们要先讲 是以前有通奸罪的时候 现在没有通奸罪了 通奸出罪的话之后 现在你没有行事责任 但是你还是有 民事赔偿的责任 通奸那个很难成立的 对 通奸很难吗 很难成立 那以前 为什么呢 因为一定要有 实际交合的证据 不但要有场景 还要有证悟 证悟就是 你使用过的保险套 侦查的标准 所以我们抓奸是用交合说 对 一定要交合 不是射精确吗 不是射精确 一定要有交合 有交合就可以了 对 比如说射在 你怎么会逼我讲这种话呢 我的意思是说 你若是 今天只有吃 你说吃是吃什么 不是 我说我今天帮你口交 然后你有射 但是我的身体你没有进入啊 这样子还有通奸罪会成立吗 不成立 不成立 口报不成立 不成立 以前啦 以前 但是现在民法已经 现在已经没有通奸罪罪了 没有通奸罪了 所以你用口交的方式的话 其实在 也可以成立了 就是民法到 侵害配偶圈了 对 现在就可以成立了 身心百战的华干哥 曾经临过抓奸的现场 有一次 这个女生跟这个小王 已经站到最高点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 没有办法 已经退提了 所有全副武装的那些 身心认识的人员 对不对 机器也准备好了 然后那个 警察都传好 然后一听到她 啊哈到这 啊哈的时候 有没有说 冲啊就冲进去了 然后马上就拍 然后你第一个反应 一定是干嘛 最后对不对 男生一定是遮自己的下体 对不对 好 那你就错了 因为顾脸嘛 怕她脸被 被拍到以后 就变成成堂证供 我要告诉各位 所有的女性 你如果认为 你的老公 不忠于你 很想报仇 你很想给他教训 如果你要找真心社的话 你心里要先想清楚 你有这个本事找真心社吗 至此你的口袋够不够深 大概抓一个间 要多少钱啊 150到200万 在台北市 还不一定保证成功 而且我老师讲一句 十之八九 都以悲剧收场 为什么 抓成功了 老公被你抓到了 赔你钱了 婚姻也完蛋了 对 真的 他赔你那个钱 还不够你去抓捡 听懂了吗